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6月3日发表题为 乌克兰战争重塑世界的方式的文章 全文摘编如下 欧乌开战100天后 这场战争已几乎没有人预料到的方式重塑了世界 我们研究了这场战争改变世界的几种方式 当瑞典和芬兰5月申请加入北约时 这标志着二战后诞生的欧洲秩序的终结 普京发动军事行动是为了重新确立 昔日沿着铁幕分裂欧洲的俄罗斯和西方势力范围 瑞典和芬兰原本围绕 避免对抗打造了自身的战后身份认同 结果普京的行为促使这两个国家选边站队 欧洲版图正在宠汇 随着各国纷纷采取行动摆脱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 克里姆林宫失去了至关重要的收入 德国取消了与莫斯科的北溪天然气管道二线项目 不过前景并不完全明朗 到目前为止 欧洲大陆在接纳逃离祖国的乌克兰人方面表现的异常团结 但如果战争持续下去 这种团结是否会保持下去 还有待观察 围绕制裁俄罗斯天然气的问题 裂痕已经显现 就在几年前 北约似乎奄奄一息 现在不是这样了 与俄罗斯的新对抗 使该联盟恢复了活力 同时带来了两个新的潜在北红成员国和新的地面部队 在奉行孤立主义的特朗普里任后 美国向欧洲增派了4万人的部队 使其在欧洲的驻军达到10万人 这是美国对欧洲承诺的明确表现之一 英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向该联盟东侧 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增派了部队 德国终于统一实现北约防务开支 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 他还投资1000邮元 用于重新武装 这个承诺原本会让欧洲各国感到害怕 这场战争可能会对远在非洲和亚洲的国家 造成毁灭性影响 俄罗斯和乌克兰供应 占了全世界28%的小麦 29%的大麦和75%的桂花自由 而这些供应正在枯竭 乌克兰的农作物烂在仓库里 而传统上依赖这些农作物的国家 可能面临饥荒 其影响在英国超市已惊喜而易见 那里的葵花自由公用短缺 这对欠发达国家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世界最大的小麦进口国埃及警告说 由于战争造成的粮食短缺 世界各地可能有数百万人死亡 英国政府粮食问题高级顾问 伊恩·赖特警告说 粮食短缺可能引发比能源更严重的危机 不仅仅是粮食价格 这场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飙升 高能源价格已经在全世界掀起了通货膨胀浪潮 现在有人担心会出现全球衰退 2008年金融危机将会重演 在许多国家 人们担心通胀飙升可能引发动荡 斯里兰卡已经爆发了暴力街头抗疫活动 国家冰临 经济全面崩溃 在粮食和能源价格飞涨 通胀飙升的致命打击下 全世界多个国家 兵临 战务一约